那是个特殊的院落 他历经百年沧桑 从最早的王爷府改为清末的贵族学堂 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 这里是总统府和国务院 到了1924年 这里成为了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 风雨百年 这个院落安然无恙 可是前不久 一位鲁莽的司机却在这里筑成了大错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张子中路段祺瑞执政府门前 就在晚上9点28分左右 一辆泥桑车撞向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大门 之前段祺瑞执政府就指的门框已经被撞裂 门口的爆股时也已经被撞倒在地 伤痕累累 事发之后 赵氏司机被东城交通支队的民警开走 这名司机刚刚拿到赵 搓油门乘了刹车 这才闯下大祸 为了了解文物的修复情况 第二天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身后被撞坏的大门已经用铁架固定住 并且贴有寝物靠近的标识 当时是到现场了 首先员要先把那个现场保护起来 然后我们接种北京市文物局 那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修好 尽快吧 目前被撞坏的大门已经被固定 这块爆股时 应急的工作人员用棉布保护 安放在空地上 近期文物部门将会对受损的文物进行鉴定 并制定相应的修损法 去年2月23号 司机侯海拳开车运送大型的跋绝机 结果撞坏了国子舰的牌楼 造成了这座文物的永久性损伤 后来呢 侯海拳因为过失损毁文物罪被判刑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段祺瑞执政府救治也难逃一劫 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非常痛心 文物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保护文物尊重历史 我们才能问心无愧 好 下面我们请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马凯 为我们介绍本周北京的知识情况 医院里人网小兔罪 在藏身于人群中浑水摸鱼 徐大师在医院的诊室里量水压的时候 顺手把脱外来的外套放在了旁边的病床上 这时候一个陌生的男子进来故意把衣服碰到地上 张大师后来发现 万一兜里的2000块现金不见了 刘女士呢 则是带着钱包跑来跑去 前后的排队拿药 出了医院后一摸兜 自己的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小偷偷走了 有些小偷甚至摸到了病房里 对熟睡的家属或者是没有人陪床的病人下手 伺机盗取他们的财物 在此警方提示 医院里人员混杂 流动性大 病人和家属要对财物盯紧点 咽血化验拍片检查的时候 脱下的外衣和胯包 要放在自己能看得见的地方 排队交费的时候 包要放在前面用手护好 同时医院也应该加强治安巡逻 保障就诊病人的安全 对我来说 感谢观看